入車 五 四 三 合 現在我們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邊在過去是我們的空軍總司令部在這裡 待會是人員二路 現在不一樣 我請今天的特別來賓 幫我們介紹行政院政務委員阿康 我們這個地方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觀眾大看起來大家以為我們在廚房間 我們真的這裡就是一個廚房 這叫創意廚房 創意廚房 那我們先從名字開始 是的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什麼叫社會創新呢 其實就是一個新的概念 這個概念大家都可以參與 越多人參與就對越多人有好處 這個就是社會創新 我們打個比方來講 像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一些Public Art 那個就是寫安兒文教基金會 給我們設計的 那這些寫安兒 我們知道它裡面有一些 就是染色的地方 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看世界的時候 也許是透過文字 或者透過數字 他們看世界的時候 是透過幾個的方式在看 所以他們畫出來的一些畫 畫出來的東西 我們把它做成這種Public Art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看起來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很有靈感的這種感覺 那光是寫安兒這三個字 就已經是社會創新 因為以前並不是用這三個字 來稱呼這些朋友們 但是換成了這三個字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說 這些朋友們在繪畫 藝術 封閉等等這些方面 都可以給我們非常多的敏感 以及非常多社會的風險 那這個就是社會創新的具體 所以這邊是一群要創意的連線 到這邊來尋求一個他們養成的空間 是這個意思嗎 對 簡單講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能夠對環境 或者對社會有一個公共利益上的幫助 但是呢你會希望大家志同道合的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邊是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辦活動 那這邊是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辦活動 那一個合同 那就是那個育成基地 對 但是跟傳統育成基地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傳統育成基地它主要是投資人 經濟上的一個回收嘛 那但是我們這邊除了經濟上之外 社會上以及環境上 我們也要求它 不但不是做壞事 而且還有一個公共的理 而且所有的設備 物件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免費 使用者 它不需要負擔任 對 但是像你在這邊辦活動 你必須要證明說 你這個活動 它是對公共開放的 那而且呢 它對公共的這個利益 是符合聯合國 我們叫永續發展目標 17項裡面的哪一項 這個要求進去 這邊我拿的是您的名片 對 我外交用的名片 我外交用的名片 這是外交部 這一面是聯合國的 Logo Rose 還有 是 對 這個後面就是您的名片 對 所以這個名片你拿出去的 結果大家可以說 是 一方面 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知道的是2015年 聯合國所通過 我們所有全人類 在2030年 要一起做到的 169件事情 分成17個大類 那台灣呢 雖然並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但是呢 我們每年也是去告訴全世界說 第一個 我們自己怎麼達到這17項目標 我們怎麼消除貧窮 我們消除飢餓 然後去讓這個 故障的生態啊 切貨的變遷啊 我們都可以幫忙 二方面我們幫助我們的友邦 跟理念相近的國家 也達成他們的目標 這個就叫做台灣排跳 我們現在叫做台灣的暖實力 溫暖的暖 所以大家的感覺 一看到這個就是問說 欸 你說這17項目標都可以幫忙 那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例子 好像說我去紐西來 有些人就會說 欸 我們因為氣候變遷 本來不缺水了 現在開始有缺水的問題了 那你們可以幫什麼忙 那我就可以說 欸 我們有一個自來水公司嘛 那他們跟一些民間的朋友們 用AI的方式 智慧型的用一個對話的機器 解決漏性的問題 簡單的講就是說 他對這17項裡面的任何一項 有興趣 他就會提其中一個出來 特別像說 像這個是教育嘛 或者是說這個是循環經濟嘛 然後他對這個有興趣 我就可以說 欸 我們這邊有哪些團隊可以幫助你 我們今天當然要跟你聊出來 我們最近還有一些餐點 這個是一個我們的 一位張堅俊老闆 這個人其中的 他的電影 電影叫做Cura Cura Pizza 然後他的Pizza 也在這邊 其實在這個餐廳裡 你們平常也有餐點 是的 特別是什麼時候會有餐點 大概有兩個不同的時候 一個是類似像發表會 發表會 就是我們有一些永續的 有機的 這個新的一個方法 可能用區塊鏈的技術 來做他的生產履歷 那這些呢 其實如果你只看文字說明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有位主廚 叫做史達魯 他非常擅長分子料理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會去用這些 新創的這些 科學料理就是做菜 對就是做菜 用科學的方法做菜 他本來是寫程式的 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會把這個 一面做菜 一面說菜 就是大家可以活力活現的透過直播 可以看到這些 新的這些 有機的啊 小農啊 區塊鏈溯源啊 等等這些故事 怎麼樣變成一道一道 反方的食材 所以呢是新品發表 這個是有的 那第二個呢 是說我們每次要讓一些 上市櫃的公司 他們想要做一些 企業社會責任 那他們也很想認識 我們這些新創的團隊 這些新創團的做法 也許能夠跟他們 互相補充他們的不足 那這種沒得會議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會有失誤 因為當你聽到一個創新的概念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 有很好吃的 很好喝的環境 比較容易接受 如果是一個很冰冰的 這個研討會 或怎麼樣 大概比較沒有那麼容易去達成 所以您相信食物可以促成了解嗎 其實我覺得食物是了解的 我二方 好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 沒有了 沒有了 這是你那邊的那邊是海鮮的皮 這邊的是一個松露的皮 是 看你要喜歡哪一個 好 我們就吃吧 OK 所以這個 食物是一個促進了解 蠻重要的 對 你自己對吃的這方面 講究 這個味道好像很好 真的很好吃 嗯 是 我盡量不吃脊椎動物 那 但是像這些是 就是 無脊椎動物 這個是可以吃的 那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基本上 大部分的經費 都是花在食物上 因為 像這種 一個月兩個月一次的這種 梅河啊 黑克松啊這些活動 其實過了一兩個月 聽到什麼概念大概都忘記了 但是呢 食物好吃的話 下次還會再來 嗯 如果食物不好吃的話 下次就不來了 所以食物我想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 可能因為食物的不好 結果反而一切好好的事情 確實搞砸 確實 所以我們當初啊 就是兩年前 這個 各個社創團隊 上百個社創團隊 我在這邊主持要開什麼 這樣子的奉獻給大家的時候 大概第一個要的就是 頂級的廚師跟廚房的空間 第二個就是 每天都要開到半夜11點 那這兩個條件一達成 大家要好吃的 就不走了嘛 所以活動可能八九點結束 大家還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在這邊彼此 互同有醋長 快一點 這個老闆還特別介紹 我們要是辣油的來炸 我要把它炸一下 來炸自己的炸 所以在這邊的創新的過程 這邊已經有兩年了嗎 對 兩年左右 這個到目前 觸合了哪一些的事情 方法從原來的構想 變成可以 兩件例子 最具體的意義 有沒有什麼 具體的例子 告訴你 或者你改變最特別的 這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空間出現以前 其實在台灣做社會企業 就是透過商業的模式 來達到社會的公共利益的朋友們 以前有一個叫做社系的活動團隊 現在還在 而且做得很好 他們每年在台北 會辦他們的年會 對 那又有一個叫做 斜坦爾 我們剛剛提到的 人基金會 他們每年在高雄 也會辦他們的年會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 像Impact Top 等等的一些相關的組織 可是呢 其實他們並不是很長 因此交流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很多是組織型態的不同 我們觀察到說 可能是二、三十歲的朋友們 要進行這樣的社會事業的時候 挑選的大概都是公司的情況 但是六十五、六歲的朋友們 要做這樣的社會公民的時候 挑選的常常就是基金會 為了協會的形態 非營利的形態 所以呢 這兩個平常呢 比較難湊在一起 我們在這邊呢 就是促成他們 一個在台北 一個在高雄 我們在去年 就選擇台中 剛好大家的如有成本是一致的 在台中辦了第一次的 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的高峰會 那我們今年是在高雄 那接下來可能又再往北邊一點點 總之我們每一年會挑一個不同的地方 但是把我們的合作社形態 公司形態 跟基金會協會的非營利形態 的朋友們 一起全部湊在一起 辦個一兩千人的這樣子一個峰會 然後讓全世界大概十五個不同的 國家的朋友們 一起來了解到 台灣對社會創新的什麼樣的好處 那這個就跟平常以前 各自有山頭的感覺 很不一樣 這方是連成一個山脈一樣 那這個是我覺得 很深刻的一個媒合 因為一開始真的 大家對話的基礎啊 可能都不太有 所以基本上你們強調的不僅是一個個案的情況 對 那是一個整體力量中間 對 可是我比較 也許我五六十歲的人 是 也可以岔心到這邊來嗎 當然啊 我們這邊本來 剛剛我們不是經過一個叫做行政院新創基地嗎 對 它是由新創總會在維護的嗎 當年我在剛踏進這邊的時候 它叫做清創基地 然後呢 它的網站叫清創圓夢網 那我就要求他們 把所有的清創兩個字都改成新創 你覺得你有點歧視的感覺 這是一部分 那二部分是說 我們有數據告訴我們說 最成功的這些新創 大概都是有青年人 然後呢 有壯年或老年人 然後也有他們的厲害關係人 好比像說你在創立一個關於 就是剛剛講到的就是西漢爾 那當然你需要有社會工作的這個專業 所以有專業者 有老年人 有青年人 一起創業 這個成功率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如果特別強調清創 反而大家就以為說是 一群二三十歲的人 才能夠一起創業 這樣就不用了 所以我們敗你的靈感一次了 是 看到靈感次元一個媽 我就進不來 那這個地方 你辦點什麼角色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工作 可是你自己在那邊 你的角色 只是領軍還是 但是聽他一下這邊出現 你的角色 我角色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我是社會創新的 這個行動方案的主責政委 那其實十二個部會加入這個方案 就代表十二種不同的價值 門委會 文化部 圓民會等等 各自都有各自的價值 所以我扮演就是一個 這個價值的調和者 那這個怎麼講呢 其實我們這個空間 大概每兩個禮拜二 我們剛剛講十二個部會 同仁都會聚集在這裡 而且呢大家在這邊 並不是好吃的而養 大家會透過這邊 有個投影的部幕 實際去看到我 去巡迴到全台灣 可能是一些比較偏鄉的地區 援助民族的一些地區 一些部落 甚至是離島 那我去那邊巡迴的時候 當地的朋友 會提出他們的社會問題 好像丟球 我們這邊向外的部會 就會接球 所以我們說見面三分情嘛 但是我們如果兩邊 透過高畫質的視訊 把它接在一起 那至少也有個兩分情吧 那在以前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產官學演社 各個不同的組織形態 你可能討論的部會 就是不同的部會 那產一定是跟經濟部啊 官可能跟國發會啊 學跟教育部啊 研跟科技部啊 社跟文化部 或衛福部啊 那這個時候 當你想要達成這些事情 需要跨部會協調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我得有會 就是會一個文 給天真部 會給經濟部 會給衛福部 可是每次會的時候呢 其實你上一次所建立起來的這個信任 就變成兩張A4折了 那這個時候 那個部會 其實沒有辦法想像 到底是什麼情況 那因為我們透過這樣幾次視訊 內政部就不能再說 我要會經濟部 因為經濟部就坐在他的房間 所以大家就好像在一個 同一個房間一樣 必須要馬上集思皇帝 想出一些創新的方法 那我們在一些法規的一些創新 好比像說以前協會 不知道能不能夠當作公司的發起人 都是大的公司去控一個NPO嘛 很少有個大的NPO去控一家公司 那這件事情就是 大家坐在這邊的這個廚房 實際看著台中的這個好牧人 這個NPO的一位牧師王牧師 那他的這個故事 那我們當場在這邊就討論出幾個方案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是一個channel 是把大家連通起來的一個角色 你會到台灣各地去看這些事情 對 你會帶著你來討達的手機手機 而且有時候你只有影片的原因 你個人見得在那個位置 應該說如果是單向的 就是若無致詞、剪彩什麼 那我一定就是預錄了 但是如果是聽大家說話的話 偶人就一定會去 所以在這邊你最主要角色 就是把各個部門 對 跟實際上需求那些的民眾 對 結合在一起 考驗你一定的 所以 你得有一個主考官 這些其他順目會代表 他必須接受你的考驗 接受你的測驗 接受你的體驗 不是 他們是接受社會部門的考驗 但是你是初級人 帶著我們初級 對 我想問一下 這樣子的 你剛講的高效率 對 而且是高服務 這個地道的 對 那我們現在就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出現了 另外有很多地方 有出現嗎 對 其實我們這種創新是會擴散的 所以 像我在這邊每個禮拜三 像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大家都可以約我的時間來討論 你的office就在這邊 對 就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禮拜三 任何人都可以約我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 我唯一的要求 是我們討論的紀錄公開上網 這樣下一個人就可以 用我們上一個討論的過程 這樣結訊下去 那今晚會的朋友們 因為他們也有另外一個實驗 叫做金融殺火 那他們發現 這個主意真的不錯 所以他們其實有一個 金融創新緣區 然後呢 他們也是每個禮拜 提供這樣子的office hour 或者說我們這樣子 地方的巡迴 我們今年也有個叫地方創生 這樣一個方案 國發會的朋友們發現說 中央的官員 回到自己夾項目工作 透過這樣視訊的方式 反而可以有效率 因為你的office 基本上主播上來 是大的可以 而且你自己是一個行動 沒錯 我在哪裡都可以 我想問的是哪 我們行政面有多少位 有9位 有9位 我跟你一樣這樣子辦 會有些 當然大家都可以這樣子辦公 現在有幾位給你看 我們的緊張感 我們可以隨時找到證會 隨時放到 我們的行政院 各部會首長 這種開放的空間 是 這個日子有可能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各部會 其實都已經有這樣子 站在第一線 可是我見不到我們的首長 實在 我們有辦法找到 因為我也相當 坐在這邊 這個不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開放證會 一個最終極的一個理想 事實上 對於新創基地的朋友來講 他們也可以約公民心政委的事情 公民心政委也有這樣子的 也會倒回來 對 對 他上次好像也是 可是像你這種 這種的工作 然後我們正常政委 也有這樣的選擇 我意思就是像您上次呢 已經是相當超前了 咱們的我們的公務院的 這種觀念裡面 他們有沒有可能 也在政委這樣 還是 這個是在我們的官導體制裡面 很難去的 年事主義 不過其實政委 這個階層就是特別容易的 景森政委也是全台灣不好 那我們在政委的這個階層 好比像鄧政委 他當然是經貿談判政委 他大部分時間是要出國談判 但是從政委的角度來看 我們本來就沒有被 綁在新政委這個範圍的空間 所以我剛剛已經提到說 科技匯報的區域創新系統 那是吳振仲政委 那新創生能源 後民心政委 地方創生的 陳梅林政委 還有一間租委等等 這些朋友也都是透過這樣子 遠距巡迴的方式 你的出現 你的現身 你的家務聚員 就在你 帶來的某個氣力 可能 就是我會先把 每一個巡迴地點 這個網路不通的地方 或者是視訊設備 有問題的地方 先幫大家測過一輪 這樣子以後 他們去 職業行政委各地方 辦公室的時候 一開始教授 大家都說這是第一名 就是包括您的身份 角色公用 三年了 兩年多了 你是能帶來的多少變化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說公務體系 對於直接這樣子 面對面跟民進溝通 不管它是五千人連署來的 或者是這種射窗的一種巡迴 或者是沙盒的實驗 像儘管會直接去面對面 跟這些實驗者溝通 但又不再害怕 以前大家聽到五千人 在網路上連署 是很害怕的 覺得說好像我們見面 就會翻桌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推行開放政府的一個口號 是說 不是會炒的有糖質 而是他要進廚房一起炒糖質 就是說 從恐怖的炒變成火怖的炒 所以其實大家只要一邀進這個廚房 那可能literally就是在社商中心 那那些覺得我們的報酬軟體難用的朋友 忽然間就變成跟我們一起創造 報酬軟體的朋友 覺得故宮的動線不好用的朋友 忽然間一起跟故宮創造動線的朋友 我們跟各個部會現在大概協作了五十場 這樣子的會議 每次都是在教育各個部會說 你越早把有意見的朋友們邀進來一起創造 其實不但問題消滅於無形 而且大家都很像志工一樣 在一次之前我們的公務員是比較害怕民眾 缺少 比較有距離的 比較有障礙 因為在以前如果他跟民眾的不懂 你能夠把這個觀念改變 以前如果他跟民眾的不懂出了什麼差錯的話 那當然就是障礙被責罰這個專業的事務官 那如果就是 互動的過程裡面真的有一些創意或者創新 那由美黃根的有Credit的公務員都是這麼短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所謂的有功無償而打不要賠的這個情況下 當然對於事務官而言 他們並不是非常願意去因為民眾的關係而進行創新 說不定馬上就被扣一個什麼獨立啊 或者什麼樣的一個罪名 但是呢因為在我們這邊你看 不管Officer或社創巡迴全部都是公開的 那這個空間的設計就讓我去巡迴到一個地方 我如果是一個一個的去跟這個偏鄉 或者是這個地方的組織討論 他們很多會爭取只對他們有利 那是對別人不利的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是在意的化學園桌 而且是全部公開的 所以就算你要爭取自己的私利 你都必須要把他用公益的方法把它講出來 這個時候公務員就不會接受風險 為什麼你能夠把握這個方向 為什麼你有這個能力 為什麼你有這個感染力 可以讓他們來接受把握這個方向 因為我吸收全部的風向 就是如果發生任何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實驗性質 我們為什麼這邊叫做社會中心 實驗中心 就是我們在這邊施各種新的治理的機制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因為民眾只是一個開放式的 多方厲害關係人 大家討論是公益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他有創新的出現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只要一看紀錄 就知道是哪個公務員提出這樣的創新 所以他有Credit 那第三個 發生問題了 我就說他控制錯就好了 是特殊的你 所以讓他們看到了一個新世界 我並不僵然 我覺得任何人他只要透過 這樣子多方厲害關係人的方式 來進行治理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這樣 可是在你之前 他們是不是對於這個網路時代 數位時間 既陌生又畏懼 要有你的公務員 我覺得很難以待而落 在地方政府的曾經 其實是走得比較快的 尤其是2014年 在戰略運動之後 那2015年開始 不管是台北的參與式預算 或者是台南 當時拜訓的市長的 直接的這種市政的巡迴會議 參與等等 他們在地方都已經打下了 非常好的基礎 那所以地方層級的公務員 我覺得反而比較能夠適應 這種直接跟民眾溝通 中央層級的公務員 中央層級的公務員 因為在討論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抽象的 就是法規命令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對中央的朋友們而言 其實大部分的執行都是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直接去 跟民眾面對面呢 他們想要回答的問題是說 如果民眾提供 1000個意見裡面 只有一兩個是有用的 那雜訊是不是 就太高了一點 中央的公務員 實際是很寶貴的 他沒有辦法一一的去處理這樣子的雜訊 所以我的工作 反而是說 讓民眾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自己先把自己的不同的想法 收斂成統統的價值 這樣子的話 中央的公務員 一來這邊 他只要花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一次知道說 那哪些可以對接上他的工作 這樣子他就會非常願意去這樣 無疑的你的工作做得很久 在三年過程裡面 有沒有錯誤 有沒有實在有一個辦法 繞過那些他們的法令 繞過他們那些的情況 我並沒有想到要做什麼 我是做興趣的 所以沒有沒有錯誤可言 我如果是由使命來說 我一定要做什麼改變 那樣子才有錯誤可言 可是現在你剛剛講 看到這些改變 有沒有讓你有些驚訝 這些三年下來的程度 我覺得最驚訝的就是 我們的公務員非常勇於創新 像我們總統的NK克松 這個是一個上百個隊伍 來提案 那提案之後呢 我們讓大家挑選 一生都是標誌 對 沒錯 選了二十個案子 然後我們輔導了三個月 最後有五個隊伍 每年會贏得總統的獎盃 這個獎盃是沒有獎金 而且每個隊伍裡都有公務員 都有公務員跟專家 然後跟領域的朋友們 那這個獎盃是什麼呢 是一塊投影機 你一打開 它就播放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所以這個呢 在內部協調非常好用 如果你的局處長 這個有所顧忌 你就要一打開 省主牌這樣一投影 大家都沒有話講 那所以這個就是總統的 對 總統的一個承諾 總統的一個承諾 就是說我們每年得獎的 這五個團隊 我們接下來我們想盡辦法 去找預算修改法規 修改人士 去讓他們的這個想法 變成我們的公共建設的一部分 你有沒有你的正院的同僚 這些正委部長 來去院長或是什麼 當時你也說過謝謝你 當然 我想說 你說什麼概念 當然很高興 能夠服務啊 我都是說我是功夫的功夫 他們說謝謝你最多的 有沒有特別告訴你 為什麼 謝謝你 我覺得大概主要兩個吧 一個就是說 我會把民間的這個意見 收攏成他們很容易理解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本來呢 覺得可能很多誤解的一些事情 經過這樣子討論之後 馬上就變成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就是收攏的功能 那第二個呢 當然也有外交的功能 因為很多我們不會埋頭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可能只有我們國人知道 一方面因為語言的關係 二方面一面 也因為跟聯合國中文區發展目標 長期以來沒有那麼緊密的口號 所以呢 我會去尋問全世界 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些國會有哪些東西 真的可以去幫助到世界上的朋友 那這部分他們也是會謝謝我 而且了解都非常重要 是 蔡總統 有幾次說過特別的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對 我想一想 我們在討論這個前瞻建設的數位計劃的時候 然後 我們在討論總統北黑客森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一些關於 聊到假訊息防治的時候 大概是這些時候吧 他的科技 這個了解 對網路事業的了解 其實很少人直接問問 嗯嗯嗯 你能告訴我們 他的了解的程度 他的進入的程度怎麼樣 我覺得相當的了解 相當的了解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他最近跟網紅的部分 非常地密切 但是二方面也是因為 我覺得他在國際關係上面 也了解到說 Cyber 他說資安及國安嘛 所以說在資訊安全的這個領域上 他重視國防的過程裡面 他自然也會對資訊安全 特別的重視 不會感覺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是老實他的學歷 你說reverse mentorship 這個專門的一個講法 我覺得不會 其實我們在討論這些國際關係的時候 我去美國華盛頓DC的時候 有碰到一位非常資深的美方的官員 那他就說當年GATT談判的時候 他就跟蔡總統交流 他認為蔡總統是一個非常 formidable 就是說令人敬畏的這樣一個談判對手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從蔡總統的角度來看 我們有非常多的在網路上面 大家可能莫衷一世的這些事情 但是你如果是用商務談判的 這樣子一個方式去了解 就是說我們最好的方案是什麼 最好的方案是什麼 哪些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我們必須捍衛 用這樣的方式去了解 其實一下子之後 都忽然開放 這是我的美術室 什麼樣的 proposal 他沒有接受 好像都沒有 不啊 概念很成功啊 不啊 其實像從蔡總統的這個概念 在我們的部會裡面 其實是每個部會 大概都跟這個有點關係 六七個部會都是主辦的機關 剛剛講的社企高通會也是一樣 事實上我的辦公室 就是從每個部會 要一個人來組成的 當然是自願的嘛 所以有些部會還沒有派人來 像播放過啊 但是 對 但是願意用這種 比較透明的方式溝通的部會 對 面對民眾的部會 不管是文化啊 教育啊 內政啊 財政啊 通傳啊 等等 大概都會有朋友 原來我的部會 所以我會提出來一個總統 或者院長的 proposal 本來就是 橫跨這些部會的朋友們 集思廣義 都覺得ok的 他會不會有時候有問到你 你覺得他的表現怎麼樣 他會問你 從來沒有問題 從來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不管在怎麼去發展目標的哪一個方面 都是非常值得信賴的夥伴 所以不是只是我去DC 包含我去加拿大 我去歐洲 我去各個不同的國家 大家都很一致地說 蔡英文總統是非常清楚地 傳遞這個台灣Can Help的一個訊號 那這個 穩定的這個價值 我覺得他是做得非常的好 嗯 所以他的連任之路 你也是支持 嗯 他的連任之路 當然是會支持起來 嗯 你今晚一位總統 你覺得在未來 他要面對台灣接下來的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挑戰 你從你們自己的專業挑戰 來看 未來台灣的總統 會面對一個什麼樣的這個挑戰 是 我覺得我們在 在最近幾年 我們當然看到說 台灣從一個威權的一個整體 慢慢過渡到一個民主的整體 包括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其實都是專業的公務員 怎麼樣子從一個 好像是管制的角色 慢慢變成一個引導的角色 慢慢變成甚至是一個 需求回應的角色 那這件事情 牽涉到文官體制的一個轉型 這個是不容易的 那尤其是因為不同的世代 可能還有戒聯的記憶的世代 多多少少會期待 波木體系去做一些這種 好像是組織的 命令的 這樣子的一種威權式的做法 那小英總統呢 我覺得他透過各種各樣的改革 是在重新讓我們想像民主 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聯合勢力中間的對決 而是說不同角色 不同position中間的對話 那這個從對決到對話的這個過程 我們看所有的新興民主國家 從威權轉型的國家 像台灣這樣使用一種相對和平的方法 完成這個過渡是非常的容易 那這個我覺得我們才剛剛開始 我們要讓大家深化到民主就是 大家覺得說 對啊我們就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就是可以決定政策 我們不是只是投票而已 大家都可以每天都可以參與民主競爭 任何事情政府不做 那民間就可以做啊 然後到這樣子的程度 我覺得我們還有一段時間來的 所以你覺得他會成功 反正在聯合勢力 他會成功的做得當選嗎 你覺得 這個因為我是沒有黨籍或黨籍 所以我當然也沒有參加 他的普選的一個工作 但是目前至少 就對現在一個民調控制 這個還是蠻有指導的 很多國家在討論選舉 會是民主國家的時候 就當你提議 都談到所謂加訊息 嗯 對 因為台灣在未來2020年 這次的階級的宣言 我們會碰到同樣的 對 因為現在製作假訊息的成本 非常非常低了 那 像這個 我前幾天嘛 才看到說有一個AI的團隊 叫做Kenny AI 他把那個John Lennon 有一首歌叫做Imagine 這個您一定知道 然後呢 他去合成 從一開始是川普 然後歐曼馬 普丁 這個安倍 這個 以色列跟巴勒斯太太的領袖 所有人都一起合唱 Imagine 那這個非常有意思 因為你看起來須須如生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破綻 就好像他們真的在一起合唱一樣 那所以 像這種透過AI 不管是合成文字 合成聲音 或者合成表情的技術 在今年達到成熟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有人在接下來的選舉的時候 都必須面臨一個情況 就是說 像以前我們看動新聞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是很有意思了 但現在這個動新聞是跟真人 是沒有兩樣的 所以這個確實是大家需要提防的事情 您能透露一些我們已經在做的技術方的策略嗎 或者您有參與嗎 當然 最重要的就是透過像這個節目告訴大家 這些技術已經成熟了 所以 就是請任命來勾勾勾的帳號 除了來勾勾的帳號之外 都不要相信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比較重要的是說 當有一些這種訊息出現的時候 我們多快能夠回應 像最近不是才有一個什麼 染法判法的這個訊息嗎 這個不時訊息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60分鐘之內 我們這個蘇智康院長 就PO了一個他當年還有頭髮的時候的照片 對 然後說 對 然後說這個不要清醒這個假的謠言了 那我們就發現到時候 其實我們如果一小時之內澄清 這個從經訊息碰到的人的速度 是比這個謠言的傳播速度要快要多的 所以 其實 即使大家事後看到這個謠言 腦裡都已經好像有一個預防針的這種感覺 但並不是我們講的一定是對的 所以 大家看到這個時候 就會自己去進行一個平衡的思考 但至少它不會很義憤天音的 說行政要禁止大家看判法染法 然後就好像 這個 有一個義憤天音的同仇敵開的感覺 然後就把它傳播出去 它會讓這個傳播的這個速率 稍微減低 讓大家稍微想像 真的假的 然後再進行來討論 所以我聽到說 已經在進行這方面的反制的演練了 嗯 事實上 有這樣子的工作 是從我移入了不多久 當時我在院會上面 當然就有一些貢獻嘛 提出所謂的快速的公開的結構化的回應 不過我想主要還是在 徐工友發言人 以及現在 古拉斯發言人 這兩位發言人的工作之下 我們每個部會 現在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所以在一小時之內 就可以做出非常有感動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我應該仰照你的專業 應該還好 我覺得我主要是一個試探的作用 嗯 那你像這次去美國 還有最近的一些活動 有可能確實到國外的訊息 嗯 特別針對2020 會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我們要做特別的發言 我想每一次 或者方面的情況 每一次的選舉 當然大家都會相當擔心 說 好比像說我們在上一次的選舉 我們就觀察到了一些狀況 好比像說 我們知道選擇法 國票當天是不能宣傳的 但是公投法 忘記把這個放進去 所以公投是可以拿天宣傳的 把小法片也沒有問題 那這個東西 當然國際也都觀察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正在想 讓他把這個比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很多政治現金 我們在去年通過一個很重要的 政治現金法來修改 政治現金以前只有監察員 能夠逐筆的去調查 其他人都只能夠拿到紙本 但是呢我們在今年開始呢 從上次選舉開始 政治現金的每一筆 都要像試算表一樣 公開在網路上 讓各界來分析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上次選舉 一些境外的一些勢力 就不會透過政治現金的方法 因為太透明了 他們反而會透過買廣告 或者像在社群媒體上面 用精準投放的訓息 來試著影響選舉 所以這個也是 國際的朋友們提醒過我們說 我們應該要把政治的廣告 把它當作是政治現金 一樣的看待 他們有告訴你 特別來自於母一方的 這種假訊息的東西嗎 有特別進行過嗎 我去美國的時候 當然他們才剛完成 一個俄羅斯怎麼樣去清洗 旁邊的其他國家的 選舉的報告吧 所以我們就俄羅斯的一些 手法進行一些討論 討論中國大法 我們並沒有特別對於PRC 的手法進行討論 因為他們對PRC的狀況 也才剛剛開始 試著去探究跟掌握 他們對俄羅斯的情況 是比較了解的 我們需要特別 對中國大陸做這方面的狂犯 我覺得任何人 只要他是在境外 不管是PRC 或者是港澳地區 或者是任何其他外國地區 其實我們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如果你能夠捐政治現金 表示你有投票權 表示你是中華民國國籍的持有人 那只有這些朋友們 才應該要進入這個選舉的進程 那如果你有任何境外這些資金 試著要試圖進入選舉的 這種訊息的操控啊 這種攻擊啊等等 我們並不會管說 它到底是在哪一個境外的地區 我們會以示同人地去說 只要是境外的資金想影響選舉 第一個這個是不可以的 第二個就是像洗錢房子一樣 我們一手都要揭露它的資金要埋入 因為我們最近討論的話 你們經常會有人提供一個 就是瑞典的一個調查 說台灣地區是 台灣是在世界各國 遭到外國的故事資訊的攻擊程度最嚴重的 我講你也接到去 這是真的嗎 真的是如此吧 其實我們在資安上面 就是包含就是所謂的 CyberAttack上面 我們也確實是在前線 那我們每一次有任何的資訊的 系統上線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會特別撥 百分之五到七的預算 去請所謂的白帽派客 就是它有能力把你打下來 但打下來的時候會告訴你的 百分之五其實要專門來做這個吧 對對對 就是它有能力把你打下來 但是它不是為了私利 它是為了公益 打下來的時候會告訴你的 的這些朋友們先來進行 我們叫做滲透測試 那這個滲透測試 就包含在硬體軟體的層級 以及在我們叫做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你剛剛講的這種訊息 不實訊息欺瞞啊 詐騙啊 等等這個層級 所以我們現在在行政院的原本 有市面市就會去做社交工程演練 就是送給你一封這個電子郵件 但是是騙你去打開 然後做一些公布機密 那你如果真的打開 你就會收到我們的資安處 就是說啊這個你中計了 你的資安這個 這個訓練不足啊 要來上課等等 所以所有的這些都是希望 一方面提升我們的 基本的這個免疫力就是新榜 那就是二方面就是說 我們也確保我們台灣的資安產業 是有發展的空間 因為給他們很多預算嘛 然後沒事就可以跟政委 像是總統見見面嘛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不會跑到那個壞的地方去 那這樣子我們的信心應該是有的 那當然 那我是一個問題 其實台灣有很多人一直在討論 我們每次選舉有沒有不在一起 過不到的感覺 是 在你剛剛聽到這麼多的 過濾因素的干擾 對呀 你覺得在民主社會 嗯 在現代我們有這麼多的漏洞 或者這種這個方面 還能夠推平這種 我覺得投事情不投人的話 就還好吧 嗯 是 所以說個人的選舉 或者政治候選人 你覺得還是很合適 我覺得投事情呢 可以先做一個實驗 類似像沙盒一樣 好比像說 像上一次這個投票大家的體驗 其實一方面有些排隊的體驗 那但是二方面其實巡捕人員更累啊 他們開票啊唱票 有些到半夜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也造成了一些社會的動盪啊等等 那所以呢 我們當時也是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引入一些像電子機票啊 等等這樣子一個形容 那可能一個公投 就是你去花一些打空卡片 或者一千米嘛 就像點鈔機一樣 它不用連到網路 可以自動的機票 這樣就快一點開票 但是我們後來去跟中生肺討論 他們都發現說 其實大家對於選人的投票 一個一個拿出來成票 這個社會儀式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大家在監票的時候 拿起手機啊 甚至還可以錄影啊 他要看到那個事情 他要看到那個事情 他才相信說每票都在那裡 但是投市集 因為公投你在台灣的任何角落都一樣嘛 尤其全國性的公投啊 所以公投的不在籍投票 理論上是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你唱票的時候 就不會唱到在別的地方的人的名字 那反正夢過題目就那麼幾個嘛 所以目前中選會想法是 這些實驗性的東西都可以做 包含電子機票 包含不在籍 包含這些 但是從公投開始 我們的政府官員跟他們開會 是因為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分析 沒有像他們這麼完整 這麼迅速 這麼多的問題 事實上 我覺得 我們在晚上 我們要替他們擔心一下 你不感覺到 你的討論的時候 你會有壓倒性的他們的思路 或者說的 抓到腰底 會有過程 吃個甜的 這是巧克力的 真的巧克力的 OK 你懂得這種感覺 我覺得還好 因為 我並沒有意見 我覺得他們老頭會想話 我在跟一個天才來看話 是是 在開會 對 但是我並沒有硬要 硬要他們接受什麼 我們做的就是提供一個 就是 facilitation 一個引導的一個服務 所以 其實就像我剛才回答的 大概都是以你的問題為引導 那 同樣的 我會提供的這個 剛剛你講的這個思路 分析 也是以他們的 每個部會的施政的目標為引導 所以我覺得價值只要是一致的 那我提供這樣的服務便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服務便不會壓過去 我貓妹的問題 如果有一個重點去開會的時候 那來 我們當然就開始有一個重點 對 談一些聊天 是啊 今天你做什麼 是嗎 對對對 你也會吧 嗯 我以為你都是針對那個問題的核心發言 嗯 嗯 你會順序不太一樣 我們會先把問題都解決了 然後還是兩天 哈哈 哈哈 那這樣 會不會有點太開門見山 嗯 再覺得這個社交的過程是 我覺得大概兩個啦 一個是說 其實會來找我的朋友 大概都是希望用創新的方法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開門見山對他並不是問題的 如果他只是想要來就是 嗯 套交情啊等等 其實本來也不需要來找我 因為 嗯 我這邊deliver的是一種創新的解決方案 所以如果他對創新的解決方案心裡還沒有準備 根本不需要來找 我也不會去找他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說 那些對我的工作形態 可能覺得沒有那麼 呃 習慣的朋友 不管他在過方路啊 還是在哪裡工作啊 他不一定要來找我 所以一來找我 當然就是要開門見山 要解決問題 因為通常都是要發炉了 十萬火急了 那些對報紙人已經非常非常不舒服了 你會不會很關心 他們跟你台灣之後 他們的避允大會感覺 有 我們有時候會做一些後測 哈哈 他們跟你說什麼 他想跟你 跟你台灣的避允 是 有時候我們開完這些協作會議之後 然後 像我們 在最近 我去一個 好像是高中吧 去進行討論 那一位 主持人的那位朋友 他就是說 感覺好像是 兩倍的速度 然後 放了三倍的資訊量 所以請起來 大概有六倍 哈哈 左右的這樣子的資訊量 這個是確實是一個平衡 他就是問 所以我想問問 你 你有 聊天的很多 有嗎 有嗎 了解什麼 我們看到一個好玩 都是非常的 很精準的題目 所以說呢 你喜歡了解什麼 平常就是 除了這個公物圈 我們都是喜歡 對全高的體態 因為我自己是學 城市設計的 所以其實我有很多 城市設計圈的朋友 我們聊的都是 AI的未來啊 或者是說 這個人類跟機器人 要怎樣好好彼此相處啊 或者是說 我們在新的這個時代 我們對於隱私的保護 跟我們對公物利益 怎麼追求平衡啊 這些聽起來是公物的題目啊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科幻小說的方式 我們可以透過創作的方式 透過同仁制的方式 有一個朋友 他做的一個同仁制 叫做哈利波特與理性方法 他就是用哈利波特小說的題材 去看好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正文學創作也是一樣的意思 您的這些朋友 我非常少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 很容易怕那個圈子 是是是 你會有八卦嗎 八卦比較少聊呀 你關心八卦嗎 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說的是那個周易啊 就是文網啊 這個八卦的話 多少錢是同意的啊 這個東西 我意思就是 你有無聊的時候嗎 還是每天你的思考 都已經被所有這些 大小問題都領佔了 不過進行剛剛那些 價值的這種 彌合啊 這種哲學工作 思想工作 這是我的興趣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 我在做我有興趣的事情 我並不會覺得 這是我上班才做的 我平常沒事都在想這些事情 比如說武夏小說 你看 武夏小說當然是看的 金庸啊 也看的 對 你平常做的最無聊的事情 看武夏小說 那我記得當時這個 張大師這個 就是離開我們的時候 也有記者問我說 那我這個 最喜歡的一個 武夏小說的角色是什麼嗎 那我就想都不想 我就說 就是張三豐 而且他就是在 教張無忌的時候 他說那個方東百 也可以在旁邊看 我就說這個就叫 開放式創新 就是說因為他是劍術名家嘛 這個太極劍剛剛發明出來 也希望他的敵人 或者他的對手 可以來稍微指教一些 那那一章叫做 太極初傳柔柯剛 哈哈 我要想說 你不能關一下科技化的 是 所以 你的材質 其實很多人都是考慮的 那個方式 你的思考的空間 從小到現在 的確是跟很多人都太一樣 這一點應該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跟很多人都有一樣的地方 只是我更喜歡去把各種不同的領域 中間加以封喉 對 同時以前很年輕的朋友 他們也有一些感覺 跟旁邊的人 思考不太明智的時候 他們在他們年輕的時代 應該怎麼做 去很努力的表現自己 還是 稍微把自己藏起來 沒有啊 就連上網路就好了 就算 你關心的事情 是有萬分之一的人關心的事情 全台灣還是有兩千三百個人 表現這件事情 所以你只要一上網路 用正確的一個關心的字 瞬間這些朋友就組織起來了 我們非常多的連署案 其實都是這種十五六歲的朋友 他關心一件旁邊的人 都不關心的事情 好比像說 有個朋友來連署說 我們應該要把塑膠吸管 這個都禁用掉 那環保署一看 五千人連署 覺得一定是環團大佬啊 一來 十六歲一個高中女生 對 那或者是說 我們最近才處理了一個連署案 說公投法應該要修改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只保障原住民族的權益 不能公投 但是呢其他別的人權的公約 保障少數的 還是可以提出公投 但是公投 保障少數的多數 一定要到少數啊 這個對他們不公平 所以人權的思想 應該要不能公投 我們一看 也是十六歲一個保障男生 所以就是說這些朋友們 他關心的可能真的跟他 旁邊課堂的朋友不太一樣 但是透過網絡連續網絡的社區 他一下子就可以好找到五六千人 他想法一樣的人 那會不會把你當成吃 當成什麼 把你當成吃鷹啊 把你當成吃鷹啊 當成一個吃鷹啊 或當成一個你的 當的一個標竿或偶像 偶像應該不至於啦 但是當然大家都很願意來跟我談說 到底要怎麼樣找到跟他吃鷹到壞的人 作為這個觸媒的角色 我想還是翻譯你這個作品 年輕人怎麼看你 你有沒有看過 跟老年人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就數位稱為 我想你年輕人應該看你 蠻個幸福 是這樣嗎 對啊 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年輕人 會充滿幸福音樂 你自己也能夠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且最後證明是重要的程度 這是一個很吸引你的 還是你靠著什麼獨特的能力 去做什麼 很多人特立獨行最後的結果 可能他被社會說 摒棄或者說排斥在外 對 你的經驗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就像剛剛講的 網路就是可以把這些 我們叫次網化 就是說 從旁邊的人看 也許是特立獨行 但這些朋友們一聚在一起 就發現說 大家只同道夫 那能夠把這些朋友們集結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 網際網路對人類最大的一個承諾 所以如果他們感覺到糊塗的時候 你建議他們在網路上去找 去找到這個社群 那找到社群之後 其實就有各種 這個同仁的見面會啊 交友會啊等等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在這樣子一個地方 去讓在台灣 關心一些非常小眾的議題 好比上說 在這邊有一些朋友覺得說 我們每個月都應該給所有人 一個基本收入 叫做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在台灣做這個的人 真的沒有幾個了 但是呢 他們呢 就可以在這邊不斷地辦他們的活動 然後呢 把他們的理念 越來越傳播出去 那這個也是社會創新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不管你的同仁層在想 你只要講得出對公共有什麼利益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可以讓你去進行 他在網路生活裡面 上一代有矛盾衝突 有辦法幫助他解決 就是很多父母親覺得 你天天活在網路世界 你又如何 我們的上一代 特別是很多的父母親 還是有這些概念 他對網路世界充滿了不信任 或一些誤解 對於這個方面的溝通 你有些對策嗎 或者有些要考慮嗎 是 不過我覺得現在台灣 因為看平均是人權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LINE帳號都快要比人口多了 所以這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很多長輩 他也是活在網路世界裡面的 只是他的同溫層 當然跟年輕人的同溫層 對不太一樣 但是至少會掃的QR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會 所以這個其實是台灣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公共參與的網路的論壇 15歲的人當然提了很多案 但是65歲的人也提了非常多好的案子 而且大概就是這兩群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群人時間最多 最能夠關心公共的利益 所以反而這兩群人最有發獎 那我覺得15歲上下跟65歲上下 如果要溝通的話 最好一件事情就是去挑一些 雙方都沒有非常多經驗的事情 好比像說 不是有寶可夢嗎 精靈寶可夢不是一個手機遊戲嗎 那對大紅啊 那我們就常看到有很多 媽媽帶著孫子孫女 或者犯過來了 我們也不知道誰帶誰了 總之就是在那邊去抓這個寶可夢嘛 那抓的過程裡面 就算只是一個台電的才會變電箱嘛 那個長輩們都可以去說 為什麼你們這邊抓到這個 因為以前這邊是一個水菌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他對這個禮堂會有自己一個歷史的記憶 那那是小孩子呢 就可以去分享說 你知道妙蛙種子 為什麼叫妙蛙種子嗎 還有很多二次元的各種不同的記憶 所以雙方都沒有辦法去否認彼此的記憶 而且雙方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要玩遊戲嘛 那這個時候 其實雙方就可以達到一個 我們叫做視域融合 就是看到的事情 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當然中生代也可以幫忙啊 我們像說開個車子一直開到時速 29公里 就可以一直抓一直抓啊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都會貢獻 沒有人能夠dominant這個價值的時候 就可以達到破壞時代的一個長 那其實你應該都跟父母親來談談 是 他們從以上可以得到更多的 跟下一代相處的方式 真的非常樂意 我如果以前確實是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法會的委員嘛 對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在為這個教改 尤其是今年上路的新課綱 必須要不斷地成這樣 這麼多的生活上的任務 你都能夠照顧得這麼好 那當然 你的經歷來源是來真實的 就每天都睡夠嘛 睡個八小時 你的思考就是一開就是 各方面你都準備好這些東西 還是你個人有特殊的記憶方式 應該不是說特殊的記憶方式 而是每天都要睡夠 因為 休息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時間證明說 如果你睡到六小時不足的話 你的短期記憶 這一天的記憶 沒辦法好好寫到長期記憶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你不管接觸再多 其實到最後是沒有辦法真的進入 你的思考信 而且你剛剛告訴我 你每天不吃早飯 對 理由是 因為剛醒來的時候 創造力最豐沛的時候 是這樣的 對 因為我睡前都會把我所有的信都回彎 我的E-mail就是到零封 那然後呢 我把所有待辦的事想 全部都做完 今天是今天閉碼 那所以醒來的時候 好像一個空白的發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我那天要做什麼 其實是最有靈感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我如果去跑去吃一些東西的話 好像這個靈感 就變成是在想食物嘛 就不是在想事情嘛 所以就會把那一天要做的事情 大概都先匡列到一個程度 我再開始吃個早午餐 您這樣子的生活 喜歡人多久嗎 其實非常重要 那有沒有能夠透露 你真的在早上 這時候想出的特別的好點 真的因為 你在早上有夢白話 對 有什麼例子可以告訴你 你真的那時候 做出了你身分中 很重要的思考的一個決策 或者狀態 對 我其實通常就是帶著問題入水嘛 然後帶著解答性來 對 那特別像說 像我在剛接下 社會企業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 我只是做數位證位嘛 但是入閣之後 不到一個月 林軒院長來說 那社會企業給你管 然後我想說 那為什麼要管 但是呢 我反正這個 我就管了嘛 那但是社會企業在當時 其實是 你問每一個人定義都不一樣 而且聽過社會企業的人 台灣五個人理不到一個 所以其實當時是一個 非常小眾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促成 那對社會企業的認知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就記得說 我在跟蔡總統做社會企業的簡報之前 那我就是懷抱著這個答問題 然後就入水 然後醒來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說 很簡單嘛 我就只要跟我在亞洲點細部 本來叫亞洲細部 我中間加一個點嘛 就是變成亞洲連結細部 對 那所以呢就既不是說 亞洲要複製細部 也不是細部要換到亞洲 而是台灣要當作 亞洲的需求 跟細部的量能 中間它的連結 好 那所以我就把社會企業 也變成社會連結企業 那這個連結是什麼呢 就是創新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說 任何社會這邊分營業組織 它只要能夠透過創新 跟市場進行溝通 或者任何公司 它只要透過創新 出掉什麼公共利益 我們都辦法放在這個 社會創新的面部 就是在那個早上想出來 就想出來 我就畫了一個菱形圖 就是社會在一邊 企業在一邊 環境在底下 治理在上面 然後我們這個創新 就是中間的這個理解 這樣子一解釋 大家都可以理解 哇 我們吃個甜點 這個甜點之後 可以放鬆一點 是是是 你現在自己除了 剛剛提了很多 來 謝謝 謝謝 甜點是非常特別的 它是麵茶 麵茶是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嘗試的老公司 配合細事的奶酪 這個 這個也算是創新吧 這當然是創新 新舊的創新 您現在自己 除了我們剛剛思考的 你在說台灣的創新 找著變化 或你自己的 好奇的 你自己還沒思考 你現在建立下來的 本身可以拿起的話 沒有啊 其實我的工作 就是把聯合國人區 發展的目標 這個在2030年 讓全人類 或者全地球吧 都能夠達到 要說我們的下一代 下兩代 乃至於下七代 做生活的世界 要比現在要來的好 而不是說 我們為了追求 經濟的發展什麼 我們去犧牲掉 未來的世代 就是把這個概念 把它貫徹到 剛剛講的 不管是盈利非盈利 做規格的部門 所以我不管 當不當這個政務員 大概都是做一樣的事情 還會可能 會去創業 其實我現在就會創業 這就是 這就是我的創業 我意思一下 你以前 退休之前的那種 創業的那種 還會不會有可能 其實我現在的創業 跟我退休前的創業 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明確的價值 好比像說 要促進公務門 跟民間之間的戶性 所以這個戶性 必須是 政府先相信人民 人民再相信政府 那像這樣子一種mission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辦公室的創業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所有的資源的調度 都是為了這個mission來做的 所以不管在不在這個位置上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種創造力 本來就是可以用各種組織心態 都可以做 這個工作三年來 跟你以前做的所有工作 彼此的意義也不一樣 你現在工作似乎來講 範圍是更大的 以前你的工作 我常見給你個人得到的 也許是工作 我想問一下 這個在政府三年下來 究竟它的意義跟以前也有 當然 一方面是說 像我以前跟蘋果 以前我們做的六年 那其實影響到的 有個數也是非常多 我們做Siri 或者做一些中文的原處理 那但是呢 確實因為蘋果 雖然一論上 它對隱私的保護 或者對於綠南的運用 它有一些設備 或者環境的價值 但是這些畢竟還是次要的 主要的還是經濟的 它要對普通交代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說 我現在可以專注在社會價值 和環境價值上面 我暫時不用去想 這個要怎麼樣賺錢 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每年這個缴稅 然後我盡量讓大家缴稅 體驗這個好一點 然後來支持我做這樣的一種組織工作 所以我覺得不用特別去想 就是一個公司要怎麼樣活不下來 而是用一個像永續的合作社的這樣一種方式 其實你可以把行政院看成是一個合作社 然後底下的32個固會 就是31個MPO 那還有中央銀行 是要賺錢的 對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這個合作社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確保所有參與合作一人一票的朋友 都可以明確的了解到底下的這些問題 就是對部會的Mission 以及如果民間能夠做得更好 它怎麼樣子來幫助這個政府的部會 去達成我們這個共同的價值 也就是說從部會角度來看 民間不再是火記的關係 而是夥伴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創業的活動 你自己五十歲六十歲的時候 是 有沒有目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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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了問題太時俗化了 也不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 我自己五十歲的時候 那就是從現在算起來大概在十年 那在十年就是大概2030年 那2030年 武藥大神 武藥剛才已經講了 對不對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確保健康 等等 就是這實際上有發生人 不是你個人 沒有任何自己要立下一個 一個里程碑的證明 沒有 你就是覺得你的工作就是 達成你所想像的 而不是一個個人要註明 什麼樣的一個成就標誌 那不是你一定要的 因為我十五歲就開始創業 然後可能就已經上過商業酒館方面了 十九歲又上一次 所以那些都是很久以前就已經達成的東西 對我是已經完全沒有 也許我換個題目來講 對 你個人還有一個欲望 在未來你的人身上 是我想只要是 人總是有欲望的吧 那我的欲望大概就是去看到說 公部門 私部門跟社會部門 中間可以彼此信任 信任到能夠跨越本來部門的分離 這個真的是我的欲望 就是簡單來講 這不是因為我只是理想性的想要看到這個發生 而是我並不喜歡那種 好像上班的時候只能賺錢 下班了再跑去淨灘 然後週末再去參加一些社會活動 或社運的這樣子一種 是把人割裂成三個不同部門的生活 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是不自然的 所以我自己的欲望是說 不管你在工作是在營利的非營利的合作的這些部門 都可以同時達到這三個不同 那我來看你將來大概也許會很樂意繼續在公部門服務 當然 繼續扮演這個所謂鏈接的一個角色 當然非常加樂 可以會越做越好 無論將來在各種的領導人之下 你覺得我們的政府會越做越好嗎 不過我當然是跟這些領導人協作吧 我都說我是Working with government 不是for government 所以就是說是 並不是聽誰的命令 也不是對誰下命令 所以我想不管是怎麼樣子的一個領導人 他只要願意說 對於整個社會 他願意用開放的心胸 讓大家集思 就是把大家的小孩集中起來 廣益達到我們的利益 那這樣一套工作方法當然可以持續 您未來十年二十年 我們的生活會是越是一樣的 自己要準備好事 確定是年輕的這一代 對年輕的這一代 對年輕的這一代 對年輕的這一代來講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了解到所有榮的部分 榮餘的部分 也就是每個人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工具人 在這樣一個部分 我們以前叫做不合理的 叫磨練的那樣子的一個部分 全部都會被機器取代 所以人的工作就變成只剩下什麼呢 就是人跟人之間不同生命經驗的交流 像我們這樣的對談 或者是一些創造性的工作 每個藝術家創造出來的都不一樣 這樣子的有溫度的工作才會留下來 所有其他機械性的工作 工具人的這部分的工作 都會被人形工具所取代 所以主持人的工作還在 主持人的工作還在 主持人的工作還在 因為您的生命經驗 引導我們這樣子的討論 你能夠告訴我 你的生命經驗到現在 你能夠很簡單地告訴我們 綜合一下 你覺得你生命經驗中 得到最珍貴的地方 分享的是什麼 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 我自己學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社會上面 整個世界上面 那麼那麼多的人 並沒有所謂的邊緣 或者小眾 或者是說您剛剛說的 關心的事情 旁邊的人都不關心 沒有人是一座古道 很重要是一首詩 對 那所以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原因 當然一部分是因為 忘記往路讓大家能夠一次發現 但是更重要的是 其實只要是原理 就有一些universal法語 大家都希望看到 自己的後代所在的世界 是比自己的世界要來的好的等等 當我們抽象到 這樣子一些共同的價值的時候 其實不管你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其實都有系統合作的可能性 這個是我選擇的 我們會鳴居於心 我們是期待未來新時代的來臨 非常謝謝您今天帶領我們到這個 社會時間的新高中 是 你們給他簡稱的例順叫做社創 然後我們門牌是 仁安路399號 對社創99 社創99 還有我們今天的這個 烏拉筆薩 是 真的很好吃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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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